欢迎收听联合开炮 我是郭重伦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说法 是美国最后的统治者 是9个老头子 指的就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现在虽然已经越来越多 女性的大法官参与 但是最高法院 对于是政治的 最后裁决者的事实并没有变 2022年是其中选举年 但是也是最高法院年 现在越来越多的 最高法院的政治裁定 都在很多政治的决定上面 一锤定音 这一方面彰显了 最高法院的政治权威 但是也很容易让 不服判决的人 开始质疑 最高法院后面 其实是有非常强的政治性 我们今天请到了 对最高法院 有非常熟悉的 郑大严正生教授 跟我们来谈这个问题 严教授 欢迎来到郭重伦会课室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想请你讲一下 目前我们知道的美国最高法院 它现在的政治倾向是怎么样 然后它现在是不是 还是跟以前一样 有这么高的政治权威 我想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过去 在50年代到80年代前 你还看到很多大法官 是共和党 比如说艾森豪任命的 就出乎意料变成自由派了 然后甘乃迪任命的 居然出乎意料变成保守派了 同样福特任命的 认为说是保守的 最后变成一个自由派的大将 像Stevens 但是80年代以后 几乎没有意外 除了老布希任命的Sutter 他那个时候被Sununu推荐 说我们这边New Hampshire 有个还不错的 结果这个法官 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 他是什么想法 到最后进入以后 变成自由派大将 但从那个之后 几乎就是说 你保守派任命的 就是保守的大法官 民主党自由派任命的 就是自由派的大法官 几乎这个已经没有例外 比如说克林顿任命的 我们家的最熟悉的 Luz Bader Ginsburg 这个金斯伯格最近刚过世 前两年过世 他就是标准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 现在还在的Steven Breyer 这个是克林顿任命的 老布希任命的Alito 那个是标准的保守派 Roberts也是保守派 首席大法官 但是他基本上 现在感觉到 他有的时候会为了要 领导最高法院 他会故意有的时候 到自由派这边平衡一下 但是即使是这样 因为现在共和党任命的是六个 民主党任命只有三个 一个是克林顿任命的 两个女性是奥巴马任命的 一个Sotomayor 一个波多里一个异的 一个是Elena Kagan 一个白人的女性 犹太人 这样子两位 所以现在就等于是 三个是自由派 是绝对没问题 五个是绝对强的保守派 另外Roberts其实就是保守派 但是他有的时候是中间派 他有的时候会中间过来 为了维持最高法院的平衡 这个我们看过去也有这种情形 就是有两个情况 一个就是说 当最高法院是4比4的时候 就是说5比4的时候 其实中间的 比较偏中间的法官 他可能会maximize 就是让他的角色极大化 他就左右逢源 从70年代 我们那个时候是 尼克森任命的Pow开始 然后到Kennedy 然后到之前 Kennedy之前 这个女性的大法官 O'Connell 他们都是在中间 等于是就是有一个 在骑墙的在中间 4比4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倒左边 有的时候倒右边 Roberts之前也扮演这个角色 扮演这个角色就是说 你变成让你的权力极大化 另外大法官 首席大法官 他有的时候 我刚刚讲的 为了要领导这个法 这个最高法院 他不得不 有的时候要倒向另外一边 即使是最保守 当年的Renquist 也是如此 他是保守派大将 但是忽然看他有时候投票 因为他不能老是当一个 这个那个时候 自由派是多数 比较多数 占多数的时候 他不能这个 我是首席大法官 我怎么每天在写少数意见 minority opinion 对不对 他有的时候要加入多数 那我觉得Roberts之前 也有这样的倾向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他就是为了要踩刹车 有的时候 所以说会被4比5 但是绝对很难改变 他有时候 他只要回复到 他保守的立场 就是6比3 那共和党一定占优势 我比较好奇 虽然刚刚严老师分析每个人后面 他的政治倾向 跟他做出的投票 跟任命他的是什么样子的 党派的总统是有关的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现在做出的判决 是不是还有绝对的权威呢 我们知道说 美国的他的很多政治上的决定 最后都诉诸要打官司 不管是人权 不管是社会上很多事情 甚至包括政治上面 国会跟行政之间的分权等等事情 那最高法院他的政治性 大家都看到了 为什么还是会尊重他最后的 我觉得他你可以说他有政治性 可是有一些 譬如说我们讲 刚才前面提到这个Sutter 他根本没有写多少的opinion 所以你不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 只是今天因为是Sununu推荐的 觉得在New Hampshire 非常他们就知道英文叫做obscure Sutter好像影视一样 以前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看嘛 他住的房子是他出生的 你就晓得他没有电话 然后就是读书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所以这种就很难预料 可是现在的大法官 自从Bork之后 就变成是说你所有的 他的你写的东西越多 你那个paper trail 就是你的publication越多 大家都越知道你的景象 那你也很难改 就是说你不可能就说变得太厉害 所以大部分的人就是 等于是在先做这个screening 在挑选的时候 这个你今天总统要任命一个大法官 我是保守的 我就先请一个 等于算是我们讲的search committee 你帮我去找找 给我一个名单 十几个人 然后慢慢把它这样子 再慢慢缩减到 最后几个人final list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所有写过的东西 你都要去看 然后看看他们的立场 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说今天 除非他这个立场没有 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那个有些大法官 他们虽然立场有些明显了 可是你问他 最敏感的议题的时候 他会怎么讲 他说我们要看到一个case 才能说我的立场 就是希望让那个怀疑他立场的人 还是可以支持他 那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你今天已经写了这么多 你很难推翻你原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当总统任命了这个大法官 如果他今天有很多的publication 那大概你也知道他的路径是什么 你就没什么好抱怨 因为是总统任命 他一任命就是20年到30年左右 那这个大概就是他 未来会判决的走向 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外 但大部分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谈具体的例子 因为最近大法官做出的判决相当多 而且今年还预期会有几个重大的判决 我们先讲就是拜登之前 在去年9月宣布 凡是100个人以上的企业 必须要接种疫苗 这个被告上法院 法院最后打到最高法院 13号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 否决了这项行政命令 这个代表拜登在防疫上面的挫办 那最高法院是用什么样子的理由 来做出这样子的判决 这里面是不是有政治性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你今天最高法院 不会没办法对军队做这样的要求 就是说不能一定要打疫苗等等 相关的这些规定 但是如果今天我是私人企业 私人企业我没有拿政府的钱的时候 我当然有这个自由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过去看保守派大法官 就是认为说 只要我今天的这个企业 没有拿政府的任何补助 包括我们讲说私立学校没有拿政府补助 我有什么样的政策政府没办法干涉的 这是我私人的决定 那你当然比如说我们讲说军队 那可能是政府的学校 公立学校 那有可能 今天如果说是一个私立学校 是完全没有拿政府的补助 其实有很多私立学校也拿政府补助 政府会配给你 那你就让他来做 那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就得拿了政府钱 那你很多时候要配合政府政策 所以假如你今天 这个很硬 我不拿政府的钱的 这种私人企业 包括学校 我很多政策 我就可以不跟着政府的 一定要走 一些限制 我就可以自由一些 所以你看小学的政策 很多规定 那个州长如果说 你们不能要求什么东西的时候 大部分这种公立的小学 你是州长也没办法的 我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里面 都有反对打疫苗的团体跟个人 他们觉得这个是个人的人权 尤其是政府不能强迫我要注射 很有趣就是在最近的最高法院 其实在大法官当中 也有人坚持不打疫苗 这个就是Gorsuch 葛舒奇他其实 他在这个里面 他是不愿意打疫苗 那在按照他们坐座位的排序 Sodomaya是有慢性病 他是高危险群 他就觉得坐在Gorsuch旁边是很危险的 所以他拒绝跟他一起在开会 他宁可采取视讯 这个事情报道出来以后 其实这里面也牵涉到最高法院里面 内部的运作据说首席大法官Roberts 曾经有要求最好每个人都能够打疫苗 结果Gorsuch就是不愿意 这个事情透露出大法官在里面的互动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这样讲 就是说以前我看的最高法院的内幕 我最爱看的书就是大法官的biography 他们的autobiography都来不及写 大概他们退休时候都快要走了 但是很多人帮他们写biography 写这些传记 传记里头他们就会有很多这种 他的助理来帮忙 就做他们的这一事叫做Clerk 就是帮忙这些法学院的学生 毕业之后第一个工作 就是当最高法院的 如果能够到最高法院 那是很棒的 很高的殊荣 所以他们就看了观察很多东西 你就会看到 有的时候是在他们彼此之间 会有一些矛盾 但是通常会写一些意见来批判 但是还不点名 比如说现在郭仲仁 现在这位写多数意见大法官 我记得在上一次的意见当中 他不是这个立场 就开始那边批了 所以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攻防 但是个人方面很少看到 而且你看我们讲说 刚博士的金斯伯格 他跟斯卡利亚 最保守跟最自由两个 虽然是好朋友 所以你就知道 以前是很不错的 但是现在最高法院 我觉得也已经变成 有一点点政治倾向 我觉得其实和当年Thomas上来 是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Thomas说老实话 在大部分的观察家当中认为 他算是一个 等于是 不学无术 不能说不学无术 就是绝对不是有分量的大法官 他们以前就开玩笑说 他是斯卡利亚怎么投 他就怎么投 而且没有什么太多 就是你看不出有一个 能够说服人的那种法 这种法学的这种论述 其他的人都有一些 包括Steven Breyer 这个算是自由派的 但是他有些场合并不是那么自由派 所以有很多 大家可以透过论述来说服你 我立场是一致 就怕立场有改变 现在立场大概不会变 可是有些事情 就是说大家互动 越来越有点白乐化 就是意见不是很一致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大概是这样 你刚才提到美国大法官 最早期就九个白的男人 现在后来慢慢开始加少数族裔 比如说斯卡利亚是一大一异的 然后他们固定有一席要保留给犹太裔 因为犹太裔其实读法律的最多 你看所有的大学里头的法学教授 一堆都是犹太人 你怎么可能不认名一个犹太裔的 后来有像女性 就是西班牙裔的 比如说Sotomayor是拉丁裔 波多里格的 现在大家就说女性也有 黑人也有 从这个Thomas之前也有一个 Sergou Thomas Sergou Marshall Sergou Marshall大概就是1967年战争任命的 到现在大家认为说应该要 拜登就承诺 说我要任命一个黑人的女性 因为没有黑人女性 只有黑人两个男性 女性有几个三个 那四个了现在 但是就是还没有这个黑人的 那其实我认为应该要有一个亚裔了 亚裔到现在还真的没有 那应该要有 那是不是有 有没有这样的人有 其实我知道像韩国裔的 在美国的这个法学界的教授 很多很棒的都有 在这个各个这个叫巡回法院里头也有了 所以这个在等于我们讲说 在这个小联盟里头已经有了 如果小联盟有 你可以把它提升到大联盟 这个是可以的 那如果有更多的这种不同的族群 大家大概会比较了解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个这个Kennedy Anthony Kennedy 这位大法官 那他是因为慢慢认识到 他们的 他的跟他工作的 他们法院里头 这些年轻人当中 有同性恋的 所以他的立场 后来就变成是支持同性恋 因为你如果不碰到这些人 之前有大法官还说 有这样的人吗 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 所以他不会站在这个立场去想 那你如果今天有这种 各种不同的族群 慢慢多了以后 那当然同样的 你刚刚讲的这个New Gossage 你才知道美国确实 就是有三成以上的人 不喜欢打疫苗 而且是完全不信任疫苗 不是从Covid开始 从之前就有一堆 都是打小麻痹 什么天花什么都反对 那个一直都有 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你是那种 以前就是相信政府的 相信这个公卫的 那你就不断的打这些东西 都没有怀疑过的 今天你如果碰到有这么多人怀疑 那你会开始去思考 他们为什么会怀疑 那你说他们可能相信一些阴谋论 不见得 是有些人是身体确实不适合打的 那你慢慢就慢慢能够了解 但是也同样 像New Gossage他也要知道 有很多人像我自己 我是健康情形不错的以前 所以我对那种健康情形不太好的 会敏感的什么 我就觉得搞不太懂 你怎么有这么多问题 什么这个也不能碰 那个也不能碰 但当你慢慢了解之后 你才能够有同理心 所以我觉得Gossage要有同理心 那同样的Sotomayor也要有一点同理心 那这样才能够慢慢的互动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中间的妥协的地带 不过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通常就是你哪一个总统提名 这个大法官通常他会 跟这个总统意识形态比较相近 尤其最近以来 最近30年 对有一个特别的情况 我必须提出来 就是最近最高法院审理一个案子 就是前总统川普提到最高法院的一个官司 因为最近美国在调查 在去年1月6号围攻国会的时候 大家要负责任 尤其是大家认为川普知不知情 有们在后面支持这个事情 申请调阅川普他个人的文件 尤其他的白宫的这些访课记录 川普说这是行政特权 你不能够揭露的 结果这个事情打到最高法院 最后竟然是一票反对 八票赞成要公布 按理来讲川普任内他提了三个人 是他自己的人 按理来这三个法官都要对他忠心才对 这三个法官都是投的应该要公开 只有克林斯托马斯 就以前的黑人法官 不是他提的 反而是站在他的立场 怎么解释 第一个我觉得说就是他们这几个法官 保守派 如果你看他们其他的case 他们从来没有远离过保守派的意识形态 可是在这个案子 这个并不是所谓的这么保守 面对自由这样子对抗的一个状况 而是一个前任总统 到底他还有没有行政特权 因为川普讲的是executive privilege 对不对 那你如果今天有行政特权 我可以不公拍 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Amy Barrett也好 或者是说这个他的Neil Gossett 我们刚提的葛苏基 他们是没有讲特多意见 Kavanaugh也投了说是要公开 但是Kavanaugh有做了一点说明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觉得说现任的总统 如果今天他的文件要被公开 他说他知道会被公开 那会妨碍他在在任的时候的工作 他的幕僚等等也会担心 所以他们特别是 如果下一任的总统是他的敌人 opponent 那可能会对他不利 他就讲了 他说所以按照道理 卸任总统也应该可以有这样的要求 说要不公开 但是这样的一个权利 不是universal 不是绝对的 不是absolute 那表示说在这个case这么大 你攻击国会了 对不起 我还是要公开 那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可能 比如跟乌克兰的一些决定 那个可能不要公开 那个和国家安全什么 但这个其实没有 所以Kavanaugh还帮他讲了一点话 但是Kavanaugh最后还是投了战争票 要公开 所以是8比1 今天我觉得川普的支持者大概没什么话讲 三个你任命的都说要公开 我觉得这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可能还值得称赞的地方 就是他们不是对 他们是对宪法 忠于他们的宪法 忠于他们的法理 忠于他们的理念 而不是忠于一个个人 特别是我们这样去回头去想 他们已经被任命是终身大法官 他没有道理 他如果说这样子讲 好了 如果今天你是条件不符 然后你被任命了 那你觉得说 我今天好像是三生有幸碰到了伯乐 把我这个提上去了 那我必须要好像做一点报答报恩 你觉得这个政治的loyality忠诚度 在这个大法官的任命上 没有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我的个人看法是这样 大法官如果他今天对他自己的qualification 有信心的话 他认为我就是按照我的条件上来的 虽然我刚好我的意识形态是你喜欢的 你任命我 可是我是有 我是符合资格的 那我是qualify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 你自己对自己的qualification 如果有信心 那你做出决定就是独立的 如果你对自己的qualification没有信心 你觉得你是欠了一个政治人情 那很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这么独立 所以从这点来看 我认为川普他想要说 这几个大法官来支持他 结果是错的 可是共和党这些川粉 川普的铁票 大概也没办法抱怨 你今天最高法院 如果说在巡回法院 特别是上诉法庭 在华府的这个 你觉得对你不利 可是对不起 这个最高法院是你 你任命三个的 然后是你们保守派站多数 最后对做出来这样判决 你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我接下来想问的就是 在2022年 中华法院会做出两个非常重大的判决 一个就是关于堕胎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永枪权的限制 我先讲堕胎 之前大家知道 美国让堕胎合法化 Roe vs. Wade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判决 昨天刚好是49周年 每年就50年了 现在开始在南方的一些州 对于判决提出挑战 不管是在Mississippi 或者是在德州 大家担心因为现在看起来 是有六位在任的大法官 是反对堕胎的判决的 有没有可能今年就会被推翻掉 这个推翻掉 对于美国女性的身体的自主权 对于整个社会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跟震撼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第一个 最高法院长期以来 从通过Roe vs. Wade之后 到1980年代 90年代 其实都有一些新的限缩 限缩 比如说有些可能说要求你一定要 先至少要有一个waiting period 不能一去马上 就是好像今天就要拔至此 我现在到了就要拔掉 没有这样子 一定要先去有一个约谈的一个过程 然后以前还有过就是说 如果今天另外一半是不是有权参与 如果今天是未成年 父母亲有没有这个权利要知道等等 然后你有没有给予 这个所谓的adoption的一个advice过 你至少要跟人家想说你可以生 如果你没办法养 有很多机构会来领养 这些就是很多的该有的这些告知 他们都希望你能够走过这个程序 而不是说好像就像注射疫苗 或拔牙一样你到了就可以做 不能这样 所以限缩了很多这一方面的 但是基本上1973年 这个road vs way他讲得非常清楚 就所谓的三极论 三个阶段 三阶段论 就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你怀孕的前面十几个礼拜 这个大概可以不用告知任何的事情 就是不需要有什么其他 就是你就可以自由的来做 那第二个三阶段 就是说如果今天发现对你的健康 或者婴儿有什么有畸形 或者你对你健康有问题可以做 第三个最后三个月 你是不能做任何的堕胎 大概就是这样子分很清楚 这个trimester分得非常清楚 现在就是前面的三个月 那个12个礼拜左右 现在被限缩了 在德州 他说五个星期就要了 五个星期 说老实话 什么叫做怀孕 我们常常以前 我最记得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 我们生理卫生的老师 他说你什么都不要自动 不知道第八章 我只记得只要知道一件事 月经停止 就是怀孕的前兆 但是你怀孕的时候 不晓得是你月经停止之后多久 所以有的时候 你知道你月经一停的时候 你算算 好像才刚过一个礼拜 你搞不好是在上一次月经停止之后 马上不久就怀孕的 你等于到你发现的时候 已经过了德州奖的这个时间 你就不能去堕胎了 所以德州这个是很奇怪的 就是完全过去说 至少还听到小孩子心跳 前面 他现在连心跳的理论都没有了 所以德州他们叫 现在变成好多州都觉得说 我们也要来这样限制 密西西比还是比较缩短一点 好像是十周还多少 缩短了一点 但是至少还有一些理由 德州的是完全是非常离谱的 那就是等于是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怀孕的时候 你撤出来你已经来不及了 那这样子情形之下就限缩了很多 那本来德州这样一个政策 通常你最高法院要审理 密西西比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会跟德州这个讲说暂时 等我们判定密西西比之后 你再做再执行 就不是 现在最高法院说 不管你了 就让你这个 这个德州的法院 你决定说可以执行这样子 是不是就是因为 最高法院对于德州说 你可以马上执行 从这个里面反推 大家觉得 其实在密西西比这个判决上面 可能凶多吉少 对 没有错 而且不仅是这个德州 现在其他州都在写他们的SB8 这个SB8这个法案类似的 就是既然最高法院不会挡 那我们就做吧 所以南部好多这个州都在这样子 那要等到5月以后 我们通常大概5月20号左右 会知道这一 就是不断的从5月20几开始到6月中 就是你不断有这个最高法院的决定会出来 大概还要差不多5个多月 你才会知道 但是在这个期间 各地的这个州的议会 南方的已经开始着手在这么做 那我认为 他不会完全推翻Row vs.Way 那一定就是你还是有一些可以 那又回到了什么 就是又回到了你Row vs.Way之前的嘛 就是各州可以做决定 你自由的州可以做 那好了 现在就变成怎么样了 划州去做 划州去做 那可是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有一些的 会不会说过去一定要用手术了 现在可以用药物 对对来做 那会不会也有一些转到地下去 大家就是这个大家就是最担心的 我们讲说back alley 就是后巷的这个密衣嘛 我们在台湾以前也叫密衣嘛 那这个当然是大家会担心的 那可是现在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去做这个东西 任何私人在德州都可以告发的 他们还有奖金可以拿的 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很多南部的各州 就不一样 我觉得美国就是分裂成两个美国以后 大概目前的倾向就是越来越分裂 就是在议题上面 那个川普过去领导的这一批 相信这个白人至上反对移民什么 你就反正去看 大概就是包括这个堕胎的议题 等一下我们讲永枪的议题 大概都差不多了 就是非常对立的 几乎没有什么中间的 这个永枪的议题 其实之所以开始 就是大家觉得应该要限缩永枪的权利 主要也是因为接连着有这种校园集体屠杀的事情 大家觉得不仅是对于有大的杀伤力的长枪 对于短的手枪也应该要开始做一些限制 可是美国是在宪法的第二修正案里面 很明确的规定永枪的权利 所以对于支持川普的人 对于赞成个人权利的人 觉得政府不应该干预的人 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一定要不能够有 对于枪支的拥有有太多限制 那现在好不容易最高法院现在出来的 是六个人可能比较赞成这样子意识形态 这个永枪的限制会不会被一个一个给打掉呢 会怎么样判 我觉得我们这样去想 就是美国人当初在这个宪法第二条修正案 为什么会讲到说 you have the right to bear arms 你能够拥有枪支的权利 就是一个对政府的不信任 经过了民主党的大政府 经过了国会山庄的攻击之后 那些永枪的人反而认为我们更需要有枪 因为这个政府完全不值得信任 现在到目前为止 仍然有四成的美国民众 不相信上次的选举是正当性的 认为还是拜登他们偷了这个选举 对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另外就是说 假使今天我们没有枪的话 那这一个政府就更为所欲为了 所以人民必须要拥有枪 来作为我们常常讲很好玩 国与国之间的嚇阻 对不对 我们讲嚇阻 那后来有一阵子 这个美国的犯罪率很高的时候 那些涌枪的人就说 我们要有枪 因为今天那个罪犯 他今天要break in的时候 他不知道我有没有枪的时候 我这是一个嚇阻力量 对不对 因为他不敢随便一进来 你说我是self defense自卫 蹦一枪就把他打 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 那很多的罪犯不敢随便break in 不敢随便闯入空门 那现在不是 我现在是担心政府 所以我要有枪 我才能够对抗政府 我觉得这个是从美国立国以来 这个概念一直保留 那只是在不同的时期 可能有些时候有枪变成被污名化了 认为是男性搞展现他那种 粗犷的暴力的象征 不应该要有 然后又加上校园里头很多暴力等等 那还有些失控 我自己就晓得 我小孩在美国读小学的时候 那你小孩要到别的同学家过夜 第一件事情就问你家有没有枪 然后你枪有没有锁好 那否则的话 因为小孩子很喜欢 把他爸爸的枪拿出来秀 你都已经上堂了都不知道 结果一蹦一打 就很多这种意外非常的多 所以你都会去知道这些东西 我最记得我在美国 帮一个美国的律师朋友 白人的朋友搬家 结果他带来就问我 他说你们搬了 他说一共有多少支枪 我们说12支 他还少一支 赶快再找一下在哪里 结果是在他天花板上面 就是他那个枪那么多 一个律师在阿拉斯加 我也不知道他受到什么威胁 他有12支枪 但我还有一个 也是另外一个律师朋友 也是美国人 他呢 我就问他1988年 我在阿拉斯加教书的时候 我说你会不会投 Dukakis投票 他说不会 他说 He's going to take my guns away 他会把我的枪拿走 所以你看美国人 那个拥有枪 就是那种认为是天赋人权的概念 那种人很多 那再加上现在对抗这样的一个联邦政府 他们不信任的时候 那更觉得说要拥有强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经过了多少次的悲剧 你看像那个在拉斯维加斯那一次 那个杀死多少 50几个人的 没有用的 每一次喊说要怎么样限制 到最后都没有成功 几乎就是没有成功 包括布莱迪比尔 就是那个布莱迪 就是那个雷根总统的新闻发言人 他这个受伤以后 他的太太奔走通 做了一些限制 到时候时间到了又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限制的 那如果今天你能够提出一些限制 大概就是说 要希望他们要有一些medical record 就是他没有精神没有问题 然后你可能说要有waiting period 不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 不能到随时买到 可是问题那是真正的店家 在网路上买 照样买 对不对 然后很多人买的子弹 我们讲火药 已经超出过自己防卫 他们就喜欢 我自己我在德州的时候 我的台湾的同学 刚到德州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枪 因为他们刚得一退役 到美国去留学 玩枪玩惯了在军队 第一件是买枪 一看到还买baby枪 后来越买越sophisticated 越来越复杂了 然后他带我去打飞把 那个飞把飞出去 你打下来 你也觉得你empower了 你用枪 所以你看他那个truck一打开 全部都是子弹 都是在用的 他是打把用了 没有那个 我最近经过30年之后 又碰到他的时候 他说你再来我Austin 我现在枪更多了 营免军火库 营免军火库 他的小孩从小就开始打 都会 这就是德州 你怎么把他们的枪拿走 我比较好奇 就是说今年也是其中选举年 会有所有的众议院改选 还有参议院三分之一改选 包括2024的总统选举 有很多人讲说美国人投票 我认识就有人 他投不是为了这些议员 或者是总统 他为的是最后这些人会决定最高法院组成 所以他最后投的是怎么样子 我心里面希望的最高法院是怎么样子 所以最高法院他的判决 跟他现在的作为 你觉得还是会影响到美国的选举 美国人常常讲这一句 就是我们不是在选总统 我们是在选最高法院 我记得我2003年的时候 我到美国去做研究 就研究911以后的一些问题在纽约 我碰到民主党的人在纽约市募款 帮Ohio募款 我说你们在那边募款干嘛 我说纽约民主党铁赢的 他说我们帮Ohio募款 因为他说Ohio不能输 如果赢了Ohio 我们就可以掌控白宫 就可以决定大法官 你看他们的想法 就是等于是说 今天即使在最深蓝的纽约州 我也要去关心其他州 因为纽约州决定没有用 我们纽约赢了也没有用 我一定要Electro College 我的选举人团要赢 赢了以后我的总统才能够上 你看最后的结果 如果今天2004年凯瑞赢了Ohio 他赢了 他就输了Ohio 还真的准 我那时候后来回头看 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些民主党的人 还真晓得真正的战场在哪里 所以决定真的是 就是因为你一任命大法官 一次就是终身 这个大法官通常大概50多岁左右上台 有些是不到50岁 他就是在最高法院一待就是30年 所以如果像拜登 如果没有机会任命的话 他现在只有两年的时间 他们说你下面又碰到如果说参议院 共和党也是多数 就是还剩一年了 那你搞不好就任命不了什么了 所以现在才会有人要求 这个Steven Breyer 说你现在赶快退休 让拜登任命一个自由派年轻一点的接手 不然的话万一到了以后又不行 又变成变成7比2了更惨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最高法院 如果说有一些法官会慢慢移动 来做一个平衡那也很好 因为毕竟很多法官到最后 他们会看这个社会有变化 对不对 比如说你同性恋的议题 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他们会顺着这个社会的潮流 来看一些事情 而不是说完全遵守他们原来的一些 坚持己见了 所以还是希望大法官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但是你既定的立场很难改变 可是可能在一些议题上面 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最后想问的是 当然现在民主党有一些 比较radical 比较激烈的人 他们认为 即使是有大法官意见逐渐改变 也不够快 或者说他们觉得 现在对他们很不利 有人就讲说 为什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数目一定是9个 有没有可能增加 我们就是把它增加成11个甚至13个 用我们现在在掌握优势的机会 我多任命几个把这个劣势把它搬回来 这个说法在政治上可行吗 这样子 就是新政时期 罗斯福推出了很多新政 都是联邦的 那个时候我们讲说 传统的很多共和党 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不对 扩权 那就是太多了 所以他们说 包括大法官都认为这样不对 罗斯福就威胁大法官 我要pack the court 我要再增加大法官的人数 你们如果一直这样子搞下去 一直说我每个什么推出来的新政都是与宪法抵触 那我干脆就增加人数 来要淡化你们的影响力 那这个当时做了一个威胁 后来就好像最高法院稍微听话一点 那就有些就过了 那这个是当年 就是因为这不是宪法规定的 说有多少人 而是有国会决定 那所以这个当然都一定是基数才能够 那现在9位 那如果你说增加到11位 对不起 那你就是5比6 还是输 所以你刚刚讲说有人想到13位 可是13位实在是太多 不过我们又回头想想 美国的大法官还真了不起 9个人做这么多的决定 你看他们写出来的这个opinion 当然是他们的书记写的很多 然后他们看了 但是能够做出这么多 比起我们的什么 他们productive太多了 就是说非常productive 能够做出这么多的意见 所以是不是应该帮他们分担一点 不过美国大法官也很有意思 大部分也都活得还蛮长的 都活到80岁90岁都有 所以他们这个时间很长 如果今天你民主党要在等 自由派占多数 可能要到20年以后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这个就像我们之前以前讨论过 就是你要不要把这个filibuster 给废掉一样 就宪法没有说你有filibuster 民主党现在觉得说 共和党在少数的时候 他赶快把这个制度给废掉 可是万一你变成少数 那这两个都是同样 都是内规 并不是宪法规定 说有多少有人数 或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所以都可以由投票来决定 但是我认为民主党要这么做 有一些尊重美国宪法原始的 这种精神的 大概也不会同意 即使是民主党 非常谢谢严生生教授 跟我们来谈最近的美国大法官 还有最高法院的相关的情况 非常谢谢 不客气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